这是从我家后院的地里收的大栗花的根 这是一个大栗花的苗 一个根长出来这么多的根 明年的每一个都可以长出来的苗 这可以分成几份 春天的时候呢 我从朋友那儿要的根 前年的时候我家的老多老多这根 好多都给人了 去年呢我就没太珍惜这个 没太留这个根 今年春天的时候呢 我就从朋友那儿要的 我要的时间很晚了 因为那朋友已经把好的根都给别人了 给我拿过来的根呢 好多呢上面都是不全的 就是这个 最前面 这个叫爱 这都掉了 就它那个挖的时候呢 就这个往从这儿挖了 比如说钱块挖掉了 那种就不会出那个苗的 就长不出来 然后呢 它给我的呢 一共有五个长出苗的 然后四个呢我给卖了 就长出苗那个卖了一个十加元 有人买啊 我就卖了四十加元 然后那个剩的那一个呢 我就那个 种到家地里面去了 还有其他那些 就是不全的那个 就是上面前面 这个都都cut掉了 没了 就前面头没有了那种 那些都没长了 这个花是粉红色的 这个花好像就是说 命力特别强 秋天时候你把根收了 收起来以后呢 放在地下室里面 秋天呢它就出小芽来了 然后这个放在 种到地里面就可以长出来 但是有些的呢 就别的颜色的那个大栗花啊 那种你秋天的时候收的时候 收了以后 放在地下室里面农天啊 秋天的时候呢 那小芽也长不出来了 就是它就生命力 而且那里面就是 那芽不出来了以后 它就是 就再长不出来了啊 然后呢 这个大栗花有意思啊 就是说你 放在种到地里面 就是 那个就是frost 就不动了 地不动了的时候 那个就是 不再动的时候 你种到地里面 以后呢 你不要多浇水 因为这个东西 你看这根 这种根 你要浇了水 多浇水它会烂 然后呢 就是说 就秧子好 秋天时候秧子都捏了以后 你就把它从地里挖出来 挖出来 人家是说要你把它洗 用水洗一洗 就是射过去以后 让它干一点呢 就把它放到那个纸的袋子里面 然后放到地下室里面 让它在那儿过冬 然后秋天时候小芽也发生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种到那个外边 种到我在后院的地里面去 这花很好看 引起来 你不可不可以 感谢观看